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因为你过分执着了你所拥有的 你所做成的 一旦失去了 你会变得非常的脆弱 因为你过分执着了我所做错的事情 我怎么毛病到今天还没改好 一旦你没有改好 你会增加自己的负能量 让自己的内心变得非常的脆弱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 不管顺境逆境 都要消业障 都要征服惠 都要学佛 你是光明之人 你的天就是在你的心中啊 不管社会上的 不管人间的家庭的烦恼 就犹如火烧天空啊 别人对你的诽谤啊 别人对你的不好啊 嫉妒啊 都犹如火烧天空一样 很快就烧掉了 所以 想在人间有缘分啊 有福分啊 有贵人啊 你就要广结善缘 你想要 修心 修道 修出六道 你就要提起正念 什么叫正念 正念就是你的菩提心啊 和你的慈悲心啊 所以 要遵照 我们 佛陀教义 尊重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在人间积福积德 在人间广结善缘 在人间救度众生 你才能一世修成 永断 轮回啊 所以 一个人在人间 善根是最重要的 福德 是你修心的根本啊 因缘跟福德 是连在一起的 你有福德了 你才会有善因缘 你有恶念了 恶意了 上辈子的 那你就是恶因缘了 所以 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要修出六道 有福之人 就会少病痛 少烦恼 加上 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所以你才能修成 人成 鸡婆成的 大家记住了 这个福源怎么来的 福源怎么来的 都是缘分 愿力越强 你的善缘 自然具足 人能守戒 身心安定 无有恐怖 那是因为阴界得定 阴定开会 你才能心保太虚啊 跟大家呢 说一个故事 佛法的故事 可以从中得到很多 人成 基佛成的 佛法 对我们的启示 非常的启示 从前呢 在 窃失国的 波罗奈城 有一位 费卢西 婆罗门 婆罗门就是 贵族啊 他的门下有五百名弟子 是位人人敬重的 国师 有一天 费罗西 他家中 有位佣人 生了一个 儿子 名叫 加罗赫 这个加罗赫呢 从小 千姿 聪颖 记忆力 特别好 凡是听过的话 他全部记得住 他在国师家中 就担任孩子们的 那些贵族孩子们的 仆人 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 直到有一次 这个小孩 跟家里的 其他的 贵族的小孩 起了冲突 一时 他 父亲 生气了 他就逃离了 波罗奈 远走他国 到了邻国的 加罗河 他一想怎么办 自己是什么身份 他就谎称自己是 耶罗达多 是费罗西 婆罗门的 儿子 他说我是一个 费罗西 婆罗门 就是个贵族 某某某一个 儿子 就是刚才我说的 就是 他门下有五百名弟子 尊重的一个国师的 聪明伶俐的 这个加罗河 他在波罗那时 曾经听过 婆罗门法 他听过的了 现在啊 又接受国师的教导 他当然了 他都懂啊 表现非常的优异 成绩好 孩子又懂事情 非常的聪明 国师十分欢喜 不但指派他 教授自己的五百名弟子 还把唯一的女儿 续派给他 从此以后 耶罗达多的生活 渐渐的风衣足食 风足安乐 风足安乐 但是呢 生在福中的耶罗达多呢 不但不知足 他还常常嫌弃 妻子做的饭菜 不合他的口味 心地善良的妻子 一点也没有抱怨 甚至愿意学习 波罗那的 就是他原来国家的饮食 以讨得丈夫的欢情 后来呢 费罗西呢 得知他的仆人 叫加罗河的下落 他就准备出国 把他捉回来 这一天呢 恰巧 加罗河与门徒外游 他远远地看见了 费罗西一行人迎面走来 哎呀 这了得了 慌忙啊 不已啊 急着打发 随心的门徒 哎 你们大家赶快离开 赶快离开 之后他自己 马上走到费罗西面前 扑通一下 顶礼 跪伴 苦苦地哀求 说 我来到这里 谎称您是我的父亲 我才能投靠 这个国家的国师学习经典 娶了他的女儿 请您不要张扬我的秘密 我以后一定会 侍奉你老人家 费罗西啊 是一个有道之人 他认为 加罗河有心悔改 他就不再追究 还安慰他说 哦 你确实是我的儿子啊 并且跟着加罗河 一起回家了 一进家门 这个加罗河告诉家人说 自己的亲人来探望大家了 探望大家 加罗河的妻子啊 喜出望怀 准备了各种佳肴 招待费罗西 用餐完毕之后 加罗河的妻子 等到适当的时机 那个时候呢 正好 这个加罗河不在 他的妻子私下请教 费罗西就说 啊 我照料三餐 侍奉丈夫 可是他都不满意 希望您老指点 耶罗达多 以前在家里 喜欢到底吃哪些菜 我愿意学习 为他制作 这个费罗西啊 见加罗河的妻子啊 一片真诚啊 却苦于啊 这个加罗河啊 哎 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 用人啊 他怎么可以 这样对别人啊 这么挑剔啊 他非常生气 他就跟这个妻子 跟加罗河的妻子说 来你过来 我教你个方法 如果加罗河 再嫌弃饭菜 难吃的话 你就在他身旁啊 小声的念 这首记子 你听好了啊 这几句话就是很简单 没有亲人的一个孩子 游到他方 他国来了 就是欺狂 就是欺骗别人了 天下人 欺骗了天下人 说是谁谁谁的孩子 说是自己是贵族 初食是常食 你吃的初粮 它也是个食物啊 对不对啊 细食又怎么样 富和咸呢 你对细食和初食 有什么变化呢 它都是一个粮食 给你吃下去 就像我们现在人 都喜欢吃初粮 你看看 现在人吃西粮 都不好了 都吃五穀杂粮 说营养好 对不对啊 很多佛友都推荐 师父要吃五穀杂粮 所以送走了费罗西之后 加罗河呢 固态赴门 也就是又来了 冲的气质啊 啊我不要吃菜不好 怎么怎么怎么 吃饭的时候呢 还是挑剔生气 带在他身旁的妻子啊 没办法了 就照着费罗西的方法 不慌不忙的 送出了这段剂子 那几句剂子一送出啊 这个加罗河知道 哎呦 妻子知道我的来历了 满脸怒气 但是不敢多言啊 他为了怕妻子 揭发他的身份呢 从此以后呢 他加罗河呢 就低声下气的 百般的随顺的妻子 再也不敢发怒 和嫌弃 这个故事呢 在自这个 法园苏林这里边的 这故事里边呢 就是告诉大家 你欺骗的方式求得自己个人虔诚的富贵 结果谎言被揭穿 终生受到妄语的牵制 对不对 你看看看 不是我看到一个新闻吗 就有一个人是一个杀人犯 最后他出家了 最后他隐瞒了自己的身份 最后一直做到 自己做到了主持 最后还是没逃法王 被抓起来 你想想看 他这么多年 几十年 他就是被欺骗和妄语牵制着自己的心 他不得自在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学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自在吗 自在啊 大自在啊 观世音菩萨大自在 所以我们做人为什么要 撒谎欺骗别人 而害自己永远被谎言所欺骗 相反的 加罗和的妻子 他没有计较账簿的 无理对待 愿意学习改变改进 你想想看 前者以自我为中心 我要达到 照业欺瞒 不知反省 检倒自己 还对人家这样 后者呢 就是他的妻子呢 从改变自己 态度真诚对人开始 所以表面上 谎称贵族出生的加罗和 好像每一件事情都得逞了 最后菲罗西原谅他了 认为他是他的孩子 国师的器重和妻子的顺从 事实上 他背后付出的代价 就是无法永远的自在做主 就是没有自在的心 因为他假的了 所以菩萨为什么叫我们学博修行 要真心对人 我们有的时候讲出来的真话 我们对得起天 对得起地 你隐瞒了自己内心的 那些肮脏的妄语啊 那些欺骗啊 那些嫉妒啊 那些不好的东西啊 你会成为你心中一辈子 内心谎言的制造者 而且是称心和妄语的奴隶 所以师父为什么叫你们学博要真诚 学博人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 学博人就是要懂得 怎么来改变自己 不管逆境顺境 我们一定要心要安定 实施求是的做人做事 人生就是一个过程 等我们走完了这个过程 我们能够修成的就在天上见 不能修成的 那可能在人间 在修的不好的可能下去 做鬼做畜生 所以希望大家在人间这块 未来调试你是净土 是佛是魔的念头的世界当中 也就是虚幻的世界当中 找寻到你最好的归宿 找寻到你攀登四圣的 高峰的境界 好今天跟大家的 这个白话佛法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